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斌6日 在联合国安理会苏丹人道问题 公开会上发言的时候表示 面对苏丹前所未有的人道挑战 国际社会应持续地加大关注和投入 及时兑现援助承诺 切实帮助苏丹缓解当前的人道危机 戴斌说国际社会不仅要切实帮助苏丹 缓解当前的人道危机 发展伙伴还应在民生保障 经济发展等方面 加大向苏丹提供支持 他指出保障人道准入 使粮食水等援助物资 快速运送到每个有需要的苏丹人民手中至关重要 中方支持联合国人道机构 为此继续加大努力 支持苏丹政府继续同联合国方面开展合作 戴斌又指国际人道行动要避免政治化 国际人道行动要同苏丹单局加强协调 切实遵守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 避免人道行动政治化 讨论人道援助和准入问题 要真正致力于拯救生命 不应将援助和粮食安全作为施压制裁的工具 戴斌表示 尽快推动苏丹冲突方重回对话谈判 实现停火 是缓解人道危机的根本途径 中方支持联合国方面继续同各方保持接触 推动苏丹问题早日政治解决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缓解苏丹人道危机 平息战火 实现持久和平 继续做出积极努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